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手里拿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这个是索尼相机的一个CMOS 每一个微袋里面都有 这个东西比较贵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知道 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换过呗 CMOS这个东西啊,其实它是不爱坏的 损坏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被激光照坏 所以我们在平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激光这个东西 那我们在平时购买二手相机的时候 如何来快速的判断 这台机器的CMOS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判断CMOS好坏的一个方法 最近店里接收的维修机当中 有一台损的A7M3 我们收到以后,经过初步检查 除了继修之前描述的故障以外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它的CMOS也是坏的 这个事可以说是太吓人了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这台机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机器的外观,不是特别旧 但是看侧面的皮子已经开了 所以说应该是拆过 机器开机能感觉到防抖在动 但是大屏不亮 然后拍摄是正常的 虚景器可以亮 这些鼓掌和在继修之前 所有我们描述的问题差不多 然后我们来检查它的CMOS 首先我们观察取景器 我们来观察它的取景器 变焦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右上角有一条粉色的斑点 这个颜色的斑点 基本就是CMOS被激光打了 它这个比较严重 用眼睛观察取景器 就直接可以看得到 那些不严重的激光点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观察它的CMOS的表面 我们先把CMOS的表面给它清理一下 这样方便观察 然后这台机器 我们来拍一下它低通下面的效果 调整一下镜头的角度 可以看到低通的下面有一条 跟取景器里看着类似的 白色虚状物 我拍了几个高像素的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 怎样来分辨 它是在低通的表面 还是下面 我们用清洁棒擦一下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清洁棒和一排小点 它不在一层上 所以大家在拿到机器的时候 一定要在明亮的地方观察CMOS 看看低通的下面 有没有灰 点 还有棉絮状的东西 如果有 这个CMOS大概率是有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事 就是如果大家自己清理CMOS的时候 清理了好多次 有灰有点清理不掉 大家就不要硬擦了 你要观察一下 它这个点是在正面还是在背面 记住千万不要用满力 相信我 大力不会出机器 只会让你损失人民币 先到这里 谢谢观看